台北市南港区位于台北市的最东边 全区面积有21.8424平方公里 总共有20个里444个林 人口总数至2014年突破12万人 而且持续增加当中 本区于2007年依循国际安全社区准则 启动安全社区计划 陆续推展安全促进方案 并且于2010年结合公司部门 成立台北市南港社区安全与健康促进会 同年通过国际安全社区认证 成为全球第219个会员 比较近10年 台北市与南港区事故伤害 每10万人口死亡率 南港区一直都高于台北市 自从推动安全社区 南港区数值已逐年下降 更于2011年低于台北市之平均值 而且持续保持至今 另外事故伤害死亡率 也自2006年位居十大死因第五名 退至2013年的第十名 再再显示南港安全社区近五年来的推动成果 因此本区将于2015年申请国际安全社区再认证 以期永续经营南港社区安全 台北市南港社区安全与健康促进会 是一个结合公司部门的组织 由理事长带领依照职责范畴 规划伤害监测 居家安全 交通安全 校园安全 休闲运动安全 虚异性伤害防治 卖场职场安全的七项业务内容 并依伤害监测小组提供之 事故伤害监测统计资料 拟定并推动南港区居民最需要之安全方案 根据统计 2009年到2013年 南港区非蓄意性跌倒坠落事故 发生地点以居家场所居多 幼儿及长者则是事故高危险群 为落实居家安全 居家安全小组 积极推动居家安全环境解合 及居家危险环境改善方案计划 以改善居家环境的安全维护 而在防灾宣导的部分 则是交由台北市义勇消防总队 妇女防火宣导大队 以布袋戏的方式演出 用诙谐有趣的方式 导入居家安全议题 让参与的民众 能够在轻松清净的方式之下 加强居家安全及防灾知识 分析2009年到2013年 南港区非蓄意性伤害类别 以道路运输撞甲压杂 及跌倒坠落事故为最多 道路运输商者以机车骑士为主 其次是脚踏车 为了保障行人与机车骑士 行的安全 南港社区安全与健康促进会 加强办理骑乘机车安全宣导 另一配合南港分局 移除人行道路障碍计划 进行不安全点移除 以维护民众行的安全 为加强酒驾防治宣导 本小组与居家安全小组 和置行动聚 并且在南港社区大学演出 将生硬的交通革条 柔和进幽默风趣的对白当中 并且透过与民众互动抢达 加强交通安全相关知识 校园安全推动小组 是由辖区内七所国小 及一所国中所组成 令期召开工作讨论会 共同推动校园安全计划 例如 一 参访防灾救灾医护单位 了解防灾避难的方法 提升自救救人的能力 另外结合社区资源 营造安全学校 二 办理校园霸凌防治宣导 防止暴力事件发生 并且结合瓷器 彩虹妈妈 故事妈妈等 推动友善校园 三 校园内积极宣导 安全游戏观念及规范 加强校舍 游乐器材的减合 与安全游戏的观念 防止非序益性伤害事件的发生 四 使用商品硬化辅助系统 登入意外事故发生地点及原因 并制作表单 统计数据 作为降低事故伤害指标之依据 五 落实每日安全检核机制 利用数位网络 通报维修设备或场所系统 学生家长发现不安全点 已能立即通报处理 结合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南港分局合作加强 巡视校园周边 推动爱心商店 维护学生校外安全 为推动居民安全的建走环境 结合辖区内20条建走路线 进行南港区 全面检合建走环境之安全 建置安全建走环境 并且推广建走运动暖身操 预防运动伤害 除此也针对邻里公园 进行儿童游戏区安全检核 保障孩童的游戏安全 近年来台北市政府 推动骑乘U-bike 简单移动 增进民众健康计划 南港社区安全与健康促进会 对此加强建走制钩 协助进行U-bike 骑乘路线安全检核 蓄意性伤害防治推动小组 持续针对高风险家庭 拼一名家庭及其子女 给予关怀辅导 102年南港区少年暴力犯罪人口率 明显高于台北市 有鉴于此 本小组积极辅导中厕生 及边缘少年进入另类学校 办理中厕辅导实务工作困境 与未来发展座谈会 办理青少年就业培训班 及每周一次 每次两支的外展队 进行街角少年关怀行为 希望借此降低 蓄意性伤害的发生 为推动安全的购物环境 及安全的职场计划 进行卖场不安全点改善 建立卖场安全警示标语 维护市市动线的流畅 及南港展览馆环境安全维护 另外增进职场紧急救护的能力 推广办理CPR及AED的训练 南港区是近五年来 台北市12行政区出生旅之冠 为符合本辖区人口特性需求 南港安全社区承诺 在未来三至五年 将居家安全环境减合 从新住民及弱势家庭子女 扩大至一般户家庭 零至六岁子女 并期望营造南港区 成为安全的生活环境 永续经营南港安全社区 有南港安全社区 真好战